这个男人是人生赢家 大学刚开始就交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此时正得洋洋的 显观众炫耀 结果下一秒 女朋友马美就跟他提分手 表示已经有其他中意的人了 才交往一个月就被甩 河野那巧一个心痛啊 这个是在人世中第一个女朋友 再一看自己居然被拉黑了 完了 女朋友此刻该不会再跟一中人做爱做的事情吧 大受打击的河野更加崩溃 最离谱的是 只有一想到那个画面 他的小兄弟就站起来了 这小的怕不是有什么不得了的插皮系统 正好掏出手机冷静一下 看到一则租借女友的广告 一想到前女友此时正在干的事情 河野心一横就预定了一位评价最高的 他租的女友叫千赫 就有点担心会不会质量有问题的时候 千赫就来到了他身边 这一看那叫一个肤白貌美温柔可爱 最重要的是非常上道 当然到货了就得付款 掏出钱的那一刻 河野心想还是宅在家里比较好吧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今天一整天 千赫给了他完美的女友体验 在水族馆的时候 适时称赞河野知识渊博 在回家路上也悄悄牵住了他的手 还得年轻小伙的春心懵懂 一回家就准备给他一个五星好评 结果一番评论 发言之旧是个流程 凡是他服务的客人都经历过了一遍 河野嘴上愤怒嫌弃 实际还是乖乖掏亲又租了一次 只不过在付钱的时候 忍不住问千赫 做这种事你不觉得空虚吗 然而千赫就回答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能遇到各种有意思的客人 之后在约会中 河野一直拆台 向别人强调 他们不是男女朋友 甚至只是陌生人 在水族馆千赫又例行夸奖的时候 甚至把他当时前女友发泄了一通 你那周围客人频频侧目 这一下千赫脾气再好也绷不住了 直接拉着河野去没人的地方 问他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昨天女友不是你自己申请的吗 你也给我打一心差 别是几个意思 不过现在时间还有剩 千赫又问河野要不要继续 这次河野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是奶奶生病住院了 立刻紧张地赶了过去 千赫自然也得跟上 一看到孙子带这么漂亮的女孩过来 奶奶立刻就有精神了 河野不忍心让奶奶失望 只好舔着个脸介绍 这是自己女朋友 得亏千赫职业素养比较高 立刻彬彬有礼的做了自我介绍 一想到孙子二十年来都没有女人缘 一招带回了这么好的女朋友 奶奶直接喜极而泣 还跑出病房 要给自己那些病友介绍一下 这一下完蛋了 因为千赫的奶奶也住院了 就在这家病房 万一自己的奶奶和他奶奶也是病友 他们俩的事就不好解释了 两个人立马逃到了一间空病房 没想到奶奶还是追了过来 兵荒麻乱之际 只好一起上床蒙上了被子 却因为姿势问题 导致千赫不停的挣扎 赶紧出声随便应付了奶奶 奶奶走后 气氛也暧昧了起来 两个人肌肤相亲 纤细柔软的身体就在自己身下 河野根本把持不住 当场就想做一些爱做的事情 然后就被千赫一脚给踹飞出去了 结果因为病房门没关 千赫的奶奶过来了 紧接着河野的奶奶也回来了 这可真是太尴尬了 河野本来想解释他们俩的关系的 却被千赫连忙阻止 他家里人不知道他在做这份工作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装女朋友 好不容易应付完两个老人 河野问千赫之后要怎么办 如果不能一直租下去的话 唯一的方法当然是告诉他们自己分手了 河野也有些心情复杂 他们这道商店几乎是奶奶一手撑起来的 奶奶就是他们家的神 神的愿望就是在自己去世之前 能看到孙子找个好媳妇 河野一直在想奶奶去世之前实现他的愿望 也曾跟前女友提过 想让他见一下奶奶却被对方拒绝 紧接着他就把河野给甩了 河野是因为自暴自弃才会租女朋友的 不过现在他已经想通了 用租来的女朋友去应付奶奶 算什么实现心愿 他要向奶奶道歉 然后总有一天要找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所以两个人的逢场作戏到此结束 回家后 河野给千赫打了个五星好评 然而就他的准备笑着面对生活的时候 就看到了前女友和新男友打情骂俏 他要笑对生活 生活却给了他一记迎头重击 不 是两记 因为河野惊讶地发现 迎面而来的童小生居然是千赫 这变化也太大了吧 但是千赫完全没有跟河野打招呼的意思 捡起东西就逃一次地跑了 就在河野纠结自己是不是认错人的时候 突然一只手把他拽到了空教室里 上了就给他来了个壁东 免策的人正是千赫 千赫警告河野 别把自己做租倦女友的事说出去 殊不知更惊喜的还在后面呢 两个人除了是同学还是邻居 河野虽然心神荡漾 不过人家切合完全不cue他 只能自己回到单身公寓继续吃泡面 突然奶奶打电话说想孙媳妇了 马上就来河野这里 让他赶紧把千赫也笑过来 说完就挂断电话 丝毫不给河野解释的机会 河野瞬间就慌了 祖借女友要提前一周一月 这个咋办呢 只能跑去隔壁敲响了千赫的家门 下柜请教他通融一下 哪怕坐个三十分钟也行啊 但千赫说什么也不同意 直接把门给甩上了 果然奶奶一来河野家 就朽到了一股单身狗的气息 压根不像有女朋友的地方 河野只好接着打电话 又来在千赫家门口 软得不行就想来硬的 然后就被千赫一脚踹飞出去 一阵鸡飞蛋打之后 河野只能回去和奶奶坦诚 没想到奶奶早就看出来 在跟千赫分手了 他一直对这个大孙子恨铁不成钢 从小到大就没有女人缘 竟往家里带一些直男 奶奶那也叫一个恨铁不成钢啊 说着就想拘一把心酸泪 看奶奶这么伤心 河野也很自责 他已经不想他骗下去了 刚准备告诉奶奶 其实千赫是自己租来的女朋友 这时身后传来千赫的声音 手上还端着一锅刚做好的饭菜 原来他刚刚在隔壁听到了奶奶那些话 为了让老人家开心一点 千赫继续假扮女友 帮他含糊了过去 奶奶对这个孙媳妇太满意了 临走之前 勒林河野必须每周三 带着千赫来医院探望自己 所以千赫和河野两人约定 以后每周三 千赫都做他一个小时的女朋友 当然费用还是要照收的 虽然租到了新女朋友 不过河野还是对前女友念念不忘 早上在学校里碰见了 就对人家曼淼妖妖娥的身段发呆 还被好兄弟一通嘲讽 刚好千赫已从旁边经过 只是戴上了眼镜封印的颜值 好兄弟吐槽 这种女孩子一定没有情趣 到了周三 两个人如约去医院探望奶奶 前一到手 千赫立马换了一副面孔 把奶奶哄得服服帖帖 都下楼了 老太太还从窗口向他们招手 孙媳妇下次再来呀 结果回去路上 两个人才刚牵手 就被河野的两个好兄弟撞见 只能说不客气死党 看到好朋友交了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第一反应 居然是让他别被传销的盯上了 一直缠着河野让他别被骗了 河野怒从中起直接介绍 这可是他女朋友 幸好千赫义务能力到位 立刻摆出迷人笑脸 看到好兄弟们羡慕的样子 河野心里别提多爽了 没想到他们居然邀请千赫去酒会 河野还是无法拒绝 向别人炫耀女朋友的诱惑 趁两人在电梯独处的时候 连连向千赫道歉 告诉他 这两个好兄弟都跟奶奶认识 如果不这么说的话 怕在奶奶那边露相 千赫能怎么办 来都来了 然而万万没想到 酒会上居然碰到了前女友 这可真是太修罗场了 前女友妈妈一看到河野带了新女朋友 也开心的向大家宣布自己交了新男朋友 现场季风有些尴尬 河野只好尿顿去了洗手间一趟 过来一看 妈妈已经和千赫对上了 妈妈用看微笑的语气 当着所有人的面数落河野的不是 说着谈恋爱时的各种丑事 完全不考虑人家现女友的心情 河野这个怂抱不敢反驳 反倒是千赫这个租借女友听不下去了 主动站出来帮她说话 妈妈连忙表示 自己不是故意的 她和河野一直以来的相处模式就是这样的 还冲河野撒去让她解释一下 结果她就真的站在了前女友那边 这下千赫也有正当理由离开了 扭头就走 看得不看河野 河野努力安慰自己 他们只是冰冷的金钱交易 可还是一不小心喝得醉醺醺的 妈美便趁机扶着河野离开 走到路上还说了一句意有所指的话 我家就在附近 要来休息一下吗 还特意解释说 之前男朋友是假的 只是看河野带着新女朋友不爽才那么说的 结果河野刚想同意 妈美就收到了弟弟的信息 说带了朋友回家 这样一来 她就没办法带河野回去了 不过河野鼓起勇气 邀请妈美来自己家 说不定还能借此机会上奔垒 以脑补那个画面就差点鼻血狂喷 但这个妈美差一时机 她是想吊着河野 并不想真的和她发生什么 一边温柔的安慰她 一边又不动声色的说千赫的坏话 表示自己不太擅长应对逆琳多的人 哎呀 那个千赫大家正说着话呢 突然就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不好相处 还是自我意识过剩呢 河野君也是个大人了 交朋友还是要多看看内在才行啊 听到这一话 河野不乐意了 直接否定了妈美的话 告诉她千赫不是那样的人 想带妈美回家上本来的心思 也立刻冷却了 随便告别就往自己家跑去 然后敲响了千赫家的门 向她郑重道歉 千赫表示理解 毕竟自己只是租来的女朋友 前女友当然比较重要了 可她的温柔 却让河野更加自责了 她自己优柔寡断 各舍不掉前一段恋情 还伤害了作为局团的千赫 说着说着就伤心的哭了起来 看她这样 千赫又有些不忍心 蹲下来安慰她 让她可以继续租接自己 这样寂寞难得的夜晚 就由自己来陪着她了 河野大受感动的扑了上去 下一秒就被千赫一脚踹开 几天后 河野被好兄弟抓到海边一起旅行 参加的都是上次酒会那些人 马美自然也在其中 而且还是他人邀请河野的 河野这才放下心来 原来马美上次没生自己气啊 意识到这个 她又忍不住心愿一马 或许在旅行期间 和马美和好也说不定呢 殊不知自己前女友 其实是一个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绿茶 她根本就不是真的喜欢河野 只是高到她无法接受 河野在自己面前维护新女朋友 这让她很没面子 所以说什么也让那两个人分手 之后马美开始使用浑身系数勾引河野 有时孤立展露身材 又是聊到两个人以前谈恋爱时的事情 有时是结婚那一次 一提 河野就回想起了马美嘴唇柔软的触感 瞬间浑身躁动起来 最后马美又适时露出了寂寞的表情 感慨 可惜你现在已经有了那么好的女朋友 河野当场就先把租借女友的事情说出来 万万没想到 千赫居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只不过是平时那副眼睛妹打扮 看起来也是跟同学一起来玩的 千赫撞到第一次和河野见面的样子 打了招呼就走 两个好兄弟也没认出来 这就是河野那个新女友 经过这段插曲 河野把刚刚要说的事给忘了 马美却不依不饶地让她赶紧说 但河野又不好意思说 女朋友是租来的也太丢人了 只好尿顿跑去了厕所 还刚好撞进了眼睛妹千赫 立刻把人拉进来 告诉她自己想和前女友复合 希望千赫心里不要难过 好家伙 这个男人外面也太过自信了 连上次说那些话 只是看河野太伤心安慰一下她而已 怎么还蹬鼻子上脸 觉得自己喜欢她了 就在这时 马美过来喊河野 河野赶紧出于应付前女友 却被对方轻易看出来 里面肯定还有别人 正要拉开门的时候 已经换装完毕的千赫 从里面走了出来 好兄弟们看到河野的女朋友 比河野更激动 只问她刚刚和千赫在里面干什么呢 河野只好解释 是女朋友听说自己要来海边玩 说什么也要跟过来 又赢了好兄弟一阵嫉妒 而马美已经快要 抑制不度自己的嫉妒之心了 尤其是看到千赫连欧派 都比自己的大 立刻找了个角落 开始疯狂打字发泄情绪 一度的坏手了她 又想到了新点子 居然把河野 引到礁石后面直接抢吻 可怜的千赫还在岸上 对别的女孩解释 自己相信河野 才没看她那么紧的 殊不知 她这会儿真的跟前女友打拨呢 一瞬间 和马美的美好回忆涌入脑海 然而就在河野心愿意麻的时候 马美又退开了 解释自己只是情不自禁 让她忘了刚刚的事情 回忆之后 也表现毫无异常 还能快快乐乐的和大家一起玩游戏 只有河野沉浸在刚刚的稳之中 觉得马美肯定是喜欢自己才那么干的 既然如此 她还租什么女朋友啊 只告诉大家 她和千赫分手了 然后再跟马美复合就行了 河野说干就干 立刻跟大家宣布 自己和千赫正在考虑分手 希望他们不要拿千赫开玩笑了 万万没想到 好兄弟天后一拳砸了上来 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女人 好兄弟大骂河野是个人渣 有千赫那样善解人意的女朋友还不够 又跑几个情女友搞暧昧 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活该被千赫甩 说完又吵马美之烟 让她竟然分手了就断得干干净净 别再用那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对待河野了 好家伙 原来这个死党才是见察达人呢 一眼就看出来马美是个绿茶 河野和千赫闹分手 肯定是这个女人从中作梗 另一个朋友让无辜的千赫先离开 但千赫故意放慢脚步等河野跟上来 安慰他已经很努力了 毕竟的情人什么都不知道 无法理解很正常 还关心了一下河野的伤口 其实现在告诉大家 他们分手也是个好机会 因为下周两个人的奶奶就都要出院了 不需要再用这个虚择的关系应付老人 他们也可以重新迈向新生活 不过在分开前 千赫还是告诉河野 能做他的租借女友 自己还是很开心的 之后河野无所事事的在海滩上闲逛 突然看到好兄弟拉着千赫去了海边 赶紧躲在墙角偷听 一位好兄弟是想趁这个机会撬墙条 没想到他是在帮自己说话 告诉了千赫很多关于河野以前的事情 说河野虽然摇摆不定 但本质还是个好人 希望千赫能多给他一个机会 逐温之后递过了两招轮船观光票 羡慕他俩能一起去 在草丧内听完全程的河野已经气不成声 没想到好兄弟这么讲一起 自己刚刚居然还想打他 他的哭声虽然也被两人发现了 好兄弟立刻退场把机会交给河野 而上船之后 千赫却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是 他原本就有些生病 也被河野搞了这么多事弄得心烦意乱 只想着这是最后一次了 回去就跟大家解释清楚 他们因为不和已经分手 河野也因为把千赫扯进了人内就 当即表示 解释的事交给自己就行 回去后他也会搬家 并在学校中的不认识千赫 正说着 妈妈突然打了电话 只好急匆匆跑到外面接电话 妈妈上来就是一句 我在酒店泳池等你 15分钟后不来我就走了 河野那叫一个心愿一马 与此同时 千赫为了吹风 摇摇晃晃的来到床边 突然一阵电波 竟然把他给晃了下去 目睹这一幕的人连忙喊救命 河野听到那个人描述的特征后 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这一刻 他终于看清楚了自己的心意 什么游泳池 什么麻美都见鬼去吧 他的心里只剩了千赫一个人 终于河野找到了千赫 将他拉进怀里紧紧抱住 拼着最后一股劲 带人上了岸 等千赫苏醒过来 看到的就是昏迷不醒的河野 可这里到处都被礁石遮掩 四处也没有别人 千赫努力做胸口按压 却无济于事 最后只能心意横 给他做了人工呼吸 终于河野总算恢复了一时 抢出了一口水 回头一看 千赫竟然这副模样 他当然知道他刚做了些什么 正想上前帮千赫擦脸 好调不巧 救援队非得这时候过来 一日上来就对两人劈头盖脸 训斥了一顿 河野也因此放了麻美鸽子 在附近的医院住了一晚 第二天听到麻美想上前解释 结果对方直接把车窗摇了下去 但现在河野也没那么难过了 因为从那天之后 他发现自己好像喜欢上了千赫 可千赫只是他用钱租来的女朋友 做人工呼吸 想必也是迫不得已的 那么优秀的女孩子 怎么可能喜欢上自己呢 河野努力催眠自己 一刷到手机 又看到了麻美在社交软件上发的照片 最性感的永一照 看到他气血下涌 立刻拿出纸巾开始手动 同时在脑海中 幻想和麻美质疑那样的场景 让人想着想着 千赫就会突然出现 到了最后甚至全都是千赫的模样 这下河野在于无法否定自己的心意了 但这种事情很明显只是他心头一热 回到学校后 千赫就开始千方百计的夺着河野 河野痛苦无比 却又无能为力 万万没想到奶奶出马了 为了庆祝大病厨医 非得去特色温泉旅馆 到了之后赶紧跟小姐妹会合 没错 小姐妹就是千赫的奶奶 这俩老太太都对河野和千赫的恋情很满意 千方百计推着他们的发展 还故意给他们俩订了同一间房 河野进房间的察觉不对 这怎么看就像是有人住过的一样 果然才刚坐下 千赫就穿着余衣进来了 千赫立刻意识到 这是两个老太太的阴谋 立马拉着河野过去兴师问罪 奶奶表示 反正你们俩是亲侣 就算住一间也没什么问题吧 试完根本不给两个小年轻反应的机会 就关上门让他们俩赶紧回房间了 回到房间后 气氛瞬间尴尬了起来 按理来说 再定一间房间是比较好的 可惜两个人最近手头都有点紧 想着反正两家老太太都出钱了 房间这么大就住一起呗 一记这次说什么都要把机会说清楚 丢下这句话 千赫就去泡温泉了 结果刚好遇到了河野的奶奶 奶奶告诉千赫 今天是自己丈夫的忌日 本来之前每年的这一天都有点寂寞的 不过今年有小姐妹和家人陪着 还有千赫这个自己最喜欢的孙媳妇 就感觉变成了美好的一天 千赫听到这话有些愧疚 人们就问奶奶 如果自己并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奶奶会怎么想呢 但奶奶肩定的告诉他 就算他是外星人他也喜欢 奶奶的一番交谈 让千赫和河野暂时和解了 回到房间后就一切如常 还跟河野开怀畅饮 甚至留他在卧房睡觉 当然只是不忍心看河野睡走廊而已 千赫还告诉他 自己练过防身术 可别想半夜偷袭 可关键河野抑制不住自己啊 本来最近觉醒了对千赫的心意 现在人就睡在自己身边 这谁顶得住啊 于是鼓起勇气 就对千赫来了一番深情告白 说是告白 其实就是希望再租他一段时间 也就那种冰冷的金钱交易 然而等他说完后 对面却迟迟没有反应 河野只好沮丧的又躺了回去 没想到刚躺下 千赫就翻身跟他面对面 他们租借女友也是有职业素养的 现在这个情况坦诚确实不太方便 其实最佳方式 就是河野找到真正的女朋友 带给奶奶看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分手了 所以千赫愿意陪河野 直到他找到女朋友 既然已经决定继续租借 就不用对外界宣布分手了 河野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好兄弟们 当初帮他劝说千赫的那个兄弟 又激对又欣慰 连上表情都不知道该怎么摆了 唯一对他们关系不满的就是马美 在以男女朋友关系兴奋相处的时候 河野简直越来越喜欢千赫了 没想到没过几天 自己另一个好兄弟阿丽 居然也交到了女朋友 两个人便约定 下周六带各自女朋友一起出来玩 回去的路上 河野一不小心撞倒了一个女生 女生看他色眯眯的眼神 立刻露出嫌弃的表情 又飞快的跑远了 阿丽的女朋友居然就是上次撞倒河野的那个 但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乖巧又可爱 跟千赫一样都是S级大美女 自己的好兄弟是踩了什么狗时运 才叫到这样一个女朋友 小情侣们一起去玩了攀岩 在攀岩的途中 因为穿了紧身的运动服 身体的各个曲线都显露无遗 不得不说 这好兄弟哥太会喜欢活动了 就连其他游客也对他们这一片频频侧目 就在这时 阿丽的女朋友留下 突然把这那颗河野说坏的千赫给叫走了 然而下一秒留下就开口问他 你是租借女友吧 这也是千赫的工作期间 第一次被人拆穿身份 但毕竟他不是新人了 立刻镇静下来还露出了一个笑容 表现得不知道租借女友是什么样子 回去之后立马把这件事告诉了河野 两个人现在都慌得不行 万一那个女孩跑去他们大学散播这件事该怎么办 不过卡阿丽现在完全不知道的样子 对方应该还没说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硬头皮装下去了 两个人刻意在留下面前表示的恩爱 留下也很直接 想要证明你们是真情侣 那就当面积个吻给我看看 于是千赫真的朝河野吻了上去 只不过两人在嘴唇相接的地方 用手机给挡住了 解释说人太多比较害羞 留下才不信这样的小花招呢 看不见就等于没亲上 这样他更加确信 千赫就是租借女友了 就在这时阿丽回来了 为了避免留下多嘴说什么 河野立刻找接口让仙赫先回去 自己和阿丽送留下去了车站 紧急着阿丽转身要去给留下买礼物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河野立刻追上去 请给留下说清楚 结果话还没开始说 就先不小心碰到人家软眉眉的欧派 这河野怎么这么多不小心 留下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河野就不死心的一直跟着他 把自己也是前女友抛弃 所以才找租借女友寻安慰的事说了出来 所以希望留下千万不要把他们的事说出来 让自己做什么都行 留下都快被这个男人烦死了 转身就跑 结果跑得太急 又为了躲一个老奶奶 竟然直接摔下了楼梯 河野见状立马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用自己的手垫住了留下的后脑梢 刚被妹子推开又立马跪下 再一次警救她 不要把这件事说出来 虽然她和千赫只是租借关系 但千赫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女朋友 她不希望对方因为身份暴露而困扰 留下也被她的坦诚给打动了 主动告诉她 其实自己也是干这行的 河野直接惊呆了 回着的路上刚好遇见千赫 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她 千赫很生气 居然被同行给威胁了 可即便知道这个 也没法保证那个女孩不乱说 所以他们之后只能更加注意自己的行动 然而没想到的是 这个留下见过上一次的事情 居然被她给俘获了 还特地来学校找她 刚好之时 阿丽也过来了 这要是让好兄弟撞见个太尴尬了 河野立刻在留下来到了一间空角室 留下上来就让河野抱谈 还没等河野反应过来 好兄弟就推门而入 他和留下两个人只能躲在柜子里紧紧相拥 这么一抱 让留下更加确定了自己对河野的心意 也让阿丽发现了他来的存在 阿丽拼命找借口想跟兄弟解释 结果留下上来就是一起晴天霹雳 当着河野的面感谢阿丽上次租了自己 这下尴尬的就是好兄弟了 阿丽取用的夺马而出 甚至想要逃离这个星球 河野回家后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清河 结果留下也追了过来 发现他俩居然住在隔壁 心里瞬间涌上了危机感 当即宣布自己局部把他们的事说出来 当然前提是河野要和他交往 河野当场就懵了 留下给出的理由也非常扯淡 既然河野能对租界女友都那么好 对真正的女友肯定也超级认真吧 所以他想和河野交往 更何况自己的物派都已经被摸了 清河也走了出来 把河野拉回家里要和他单独聊聊 河野还以为他要亲自己和留下交往 好彻底摆脱自己呢 没想到清河居然不愿意他和留下交往 还说对方根本就不是出于喜欢 这样的恋爱不谈也罢 更问题是如果不随着留下的意 他把他们的事情输去乱说怎么办 河野灵机一动 表示可以先把这件事告诉阿丽 两个人有相同的秘密肯定会互相保守 说着河野就准备从窗户直接逃出去 结果留下突然冲进来 吓得他手滑摔了下去 还想活速逃跑 又很快被留下抓住 只能没看二度又来了个物体投地 河野现在心里喜欢他是清河 根本没办法和留下交往的 如此国重的拒绝 伤害了留下的心灵 当场哭得梨花带雨 清河野追了下来 看到他这副模样 并建议河野和他交往 因为留下看起来是真的喜欢河野 反正是他自己说的事实而已 是什么又不吃亏 在清河的命令下 河野和留下交往了 从那之后 几乎和清河没有交流 整天活在女朋友的淫威之下 心里想的就是清河 在这左右摇摆之中 干脆两个妹子都不见了 于是留下干脆找上门来 河野跪着他可别再来学校找自己了 万一被好朋友阿丽发现简直尴尬死 留下也不显而难有这么为难 便保证以后再也不来了 但希望河野能陪自己一起过圣诞节 河野表面上随口应付 回家就也还要和家人聚会给拒绝了 他只想和清河一起过圣诞节 这样想着 并掏出手机准备预约租见女友 发现清河的当机已经排得满满的 根本约不上阿 圣诞节的天就只能自己孤陋寡闻 看着存值上的余额 刚想着要不要找个兼职 就看见清河从自己面前跑过去 立马躲起来偷窥 一看清河居然跑向了个白毛大帅哥 河野努力在心中催眠自己 这个人也不过是清河的客人 行动上还是忍不住跟踪两人 看他们两个人在街上 和和美美的散步 又一起看了电影 还吃饭 逛各种店 最后甚至交换了礼物 两个人的颜值看起来也非常搭 有不少路人看到他们 都夸他们狼才女貌 到了晚上 河野还听到他们在讨论晚上吃什么 难道两个人已经同居了吗 河野心中充满了沮丧 直接跑到卫生间痛哭流涕 没想到刚好撞着那个白毛帅哥 还听对方在打电话 说自己也正和女朋友在一起 长相一流 内在也很满美 不管带去哪里 大家都会满意的 一听到这话 河野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不太妙的场景 这个男人要把清河带去哪里 他要让那些人对清河做什么 担心单纯的清河被骗 河野立刻跟上 说什么也要阻止他们 最终在白毛帅高招 千河凑上去的时候 一个没忍住摔着出去 刚好趴在两人面前 清河一看竟是河野 问他来这儿干啥 河野却反问他们刚刚是不是要接吻 千河莫名其妙 表示他只是在给自己修尔丁而已 但河野还是不相信 把自己刚刚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千河 万万没想到闹了个大乌龙 其实千河正在往女演员的方向发展 白毛帅哥是他的演员同伴 他之前做租借女友赚的钱 全都拿去报艺人培训班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世系的机会 就把白毛帅哥约出来世系 河野今天听到的其实全都是台词 至于厕所打电话说的 是白毛帅哥在向制片人推荐千河 所以一切都是河野一厢情愿的误解 不过人家毕竟是一番好意 千河也没有不领情 还把今天选的礼物递给了他 是一个精美的手机壳 因为看河野的手机上一次跳海碎屏后 就一直在裸奔 河野感动的涕泪横流 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圣诞节 说到女孩子送的礼物 与此同时 白毛帅哥早已默默离去 将时间留给了这对口强体正直的小情侣 经过这段时间发生的事 千河野看出来河野似乎喜欢自己 就直接提醒他 他们只是冰冷的金钱关系 还是维持成年人的社交比较好 这无异于给河野泼了一盆冷水 偏偏两个人回着的路上 又撞到了正牌女友刘夏 刘夏话不多说 直接把河野带到了旅馆 上了就开始脱衣服 吓得河野以为 今天就要把处男之神交在这里了 结果对方居然只是为了审问 河野只好把来龙去脉全都说了一遍 包括他们考虑到奶奶的心情 迟迟没有提分手 刘夏表示 既然如此 直接把他介绍给奶奶不就行了 更何况 自己可以和河野做 令人应该做的事情 千鹤做得到吗 河野一言不合就尿顿 等出来后 发现刘夏已经不在了 于是这件事就被这么含糊了过去 到了新年 河野依旧是租千鹤做女朋友 奶奶一看见千鹤就露出灿烂的笑脸 但下一秒 看见孙子旁边又跟了一个女孩 刘夏自来熟的做了个自我介绍 一听说是孙子的好朋友 奶奶自然是欢迎的 结果这小姑娘上来就告诉所有人 自己是河野的女朋友 奶奶立刻就怒了 以为大孙子劈腿了 立刻把人叫做谈心 河野趁机告诉奶奶 其实那个刘夏那个人有撒谎屁 他和千鹤平时都不敢拆穿他的 生怕他会犯病 奶奶这才相信 所以之后 无论刘夏做出多么奇怪的举动 大家都视而不见 直到刘夏发现不得劲 把河野喊了出去 这才则知 自己男男朋友家人的眼里 居然是撒谎精的形象 刘夏很委屈 虽然现在他还算不上正是女友 但最起码关系要比千鹤这个租界女友 亲近一些吧 为什么在河野家人的面前 千鹤才是女友 自己只能做个普通朋友呢 他对此很不甘心 于是趁奶奶落单的时候 想去把千鹤和河野的关系告诉他 可还没等开口 奶奶就率先问他 千鹤平时是什么样的 说是想多了解一下 这个未来的孙媳妇 言辞之中 竟是对千鹤的欣赏 刘夏这才清楚的意识到 奶奶想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孙媳妇 她想要的是千鹤这个人 最终刘夏还什么的把那些话说出来 惨白结束后 河野郑重的向刘夏道歉 不应该说她是撒谎经的 刘夏也表示自己还没有放弃 她早晚有一天让奶奶认可自己 让河野做好准备 这小姑娘行动力果然很强 直接就去河野兼职的地方 做同一份工作了 好兄弟听说 河野在打工纷纷过来捧场 还告诉他 阿丽最近没怎么跟他们在一起了 看他社交网站的小号 感觉最近过得很不顺心 好像有那么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了 河野瞬着就慌了 如果是因为自己 而让好兄弟一辈子走不出阴影 那他罪过可就大了 当天晚上 乃是刚领到他薪水 敲开了千赫的房门 想出钱请他当阿丽的祖舰女友 果然阿丽在看到千赫的那一刻 就明白过来他和河野的关系了 而千赫那么多五星好评也不是吹的 即便自己和阿丽的关系 说起来挺尴尬的 耶就能一秒入戏 扮演好女朋友的角色 把阿丽哄得心花怒放 一整天下来又重新燃起了 想谈恋爱的欲望 只能说河野之前花的不亏 而河野自己也知道 河野两人约会结束后才现身 把他和千赫的事情 全都坦诚的告诉了阿丽 听到河野果然还是 那个没有女人缘的好兄弟 阿丽立刻放下心来 两个人互相吵架了对方一番 那件尴尬的事就此结果 等千赫回来后 河野又立刻顿走 把盛世的时间还给千赫和阿丽 这天晚上 千赫突然约河野去阳台见面 河野心情纳搅一个激动 发焦都给磨上了 结果出去一聊 千赫居然想让自己 跟别的女孩约会 说是她的一个新人后辈 才刚开始干租建女友这行 胆的小又怕生 已经有不少客人投诉她了 所以希望河野能帮她 梳理一下信心 当然作为演习是不收费的 既然是千赫的警求 河野自然毫不犹豫的答应 更何况是个美少女约会 只是她没想到 这个名叫小英的女孩 竟然会怕生到这个程度 全程都由她的这个客人来助导 以至于河野根本没注意到 从旁边的门出来的马美 马美看到河野的身边 又躲了个不输千赫的美少女 一时间又被嫉妒蒙蔽了双眼 此时的河野正努力帮小英缓起紧张 还带她一起打保龄球 但小英看起来压根没玩过 甚至连动作都是看别人现学的 河野就忍不住好奇的问她 竟然这么怕生 为什么会做这份工作 小英支支吾吾的还是不说话 这让河野有些无力 都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了 只好借口去买水思考一下 刚买完水回来 就看到小英被一去男的纠缠 他人的小英根本不敢动弹 一想到千赫交代过的事情 河野鼓起勇气上前拉住人就跑 对身后那些人的挑衅和辱骂完全不开 反倒是小英因为这件事 终于开口说话了 河野灿烂一笑 让她不用在意 自己天天带SG美女上街 早就习惯了这种事情 说完之后 还问她要不要再下楼去玩一会儿 这一次小英主动牵上了河野的手 还中她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 而这一切都被马美看在眼里 之后的两人进展愈发顺利 小英虽然很笨拙 但一直在努力迎合着河野 就到这时 马美现身了 还是那副笑眯眯的绿茶样子 这一次把矛头对准了小英 这会儿的小英倒是很有职业素养 紧紧抓住河野的胳膊 展示他们的关系 马美提出想和河野单独聊聊 小英只好暂时走到了一边 就在河野紧张无比的时候 马美居然主动提出会帮她保密 这是把河野当成出轨渣男了 但是被当成出轨渣男 总比别人知道 连这两个女朋友都是租来的也好 所以河野并没有解释 和小英完成了一天的约会后 就互相告别了 现在的小英已经开朗了不少 都能主动开口对河野书再见了 另一边的马美怎么想的不对劲 便尝试在社交平台上 搜索响应的名字 然后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这个妹子居然是租建女友 在一搜 就连清河的名字都是同行 这一下 马美瞬间理解了来龙去脉 几天后 清河又把河野叫到阳台唠嗑 却告诉她 自己演员的工作 已经逐渐进入正轨 打算辞掉租建女友 其中和河野这个客人的关系 保持的时间最长 所以要询问一下她的想法 河野能有什么想法呢 即便早就明白了 自己对清河的心意 可人家都已经直接表明过 对自己没意思了 现在连着冰冷的金钱交易都要停止 估计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交集了吧 不过清河明天还有最后一单生意 然而他办法没想到的是 这最后一个客人竟然是马美 另一边 河野在和刘夏约会 他已经能越来越多注意到 刘夏身上的优点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真的要被对方给攻略了 一想到以后 再也不能和清河男女朋友相称 就干脆准备向刘夏告白 把试一试的关系 发展成正式的恋爱关系 结果刚准备出出口 就看到门外相继走过两个熟悉的人 出去一看 居然是马美和清河 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会来唱卡拉OK 河野忍不住开始直开刘夏偷听起来 里面马美把租金放在了桌子上 清河却不肯收 马美便强硬的塞进了她的包里 又把话筒放到清河面前 用命令的倚去让她唱歌 客人的要求 清河一般不会拒绝 只能拿起话筒唱了起来 吵完之后 马美才气肉正题 让清河别玩正有恋爱游戏了 现在他们的大学同学 已经对两人的关系深信不疑 就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的河野岂不是很可怜 只要租借女友还在 她就无法交参真正的女朋友 马美直言 自己看不惯清河那虚假的笑容 清河听到这番话并没有觉得怎么样 只是外面的河野听不下去了 明明事情发展到这样都怪自己 绝不能让别人平白无辜的责备清河 她立刻装逼跟店长请假 然后赶紧追了上去 那两个人已经上了天桥 突然他们停下来 似乎又要交谈 河野连忙躲到拐角处偷听 清河问马美又是怎么想的 一开始 马美才是那个河野念念不忘的人 甚至发誓一定要而太幸福 即便是现在 应该也有马美的一席之地 马美却反问了你呢 装了一整年的女朋友 你公司知道吗 租借期间喜欢上了客人 也不是没有可能吧 清河沉默片刻 给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只说河野是自己的男朋友 就像公司规则上说的那样 至于是不是真的喜欢 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 但她想帮河野争取一个机会 清沿见过河野为马美痛哭的清河 一把拉住了马美的手 希望她能认真的考虑和河野的感情 考虑她可能是让她一辈子幸福的人 然而马美就甩开了清河 表示这是自己和河野的事情 不需要她多管闲事 躲在桥后的河野已经戏不成声 当天晚上就在清河家门口等她回来 告诉她自己听到了她和马美的对话 清河在这歉意表示 自己已经经历了 不过她会作为租界女友 一直支援河野到最后的 不管她想要的是马美还是留下 然而河野却鼓起勇气告诉清河 我想要你 只想要你 整排女友穿着这样在家里留宿 晚餐还特地做了大补的假鱼汤 甚至连杜雷斯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结果我们的男主河野 居然偷偷在浴室里自给自足 说他不行吧 他又的确是行的 说他行吧 感觉又不太行的样子 其实是因为 他心里真正喜欢的并不是女朋友 而是自己的租界女友清河 在上一季结尾中 河野鼓起勇气告白 却得中途泄气 脸儿的关系还是这样不上不下的 而且河野还得知 清河快要辞去租界女友的工作了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自己呢无处安放的感情先不说 最重要的是 到时候还要向奶奶解释 他们分手了 可河野一想起奶奶 看到清河喜笑言开的样子 就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决定还是再拖一拖吧 突然想起来 清河的演出时间快要到了 清河当初说过 如果这场演出中 验证清河和自己的命运 河野还是买了票 去看清河的演出 毕竟谁能第一挡住 那种挨自己美少女唱一跳的诱惑呀 结果他一进场 就开始对着清河的海报饭花吃 吓得工作人员以为这是个变态 当场就要报警 看到海报上漂亮的清河 河野忍不住在心里称赞 他真的好厉害 一边上着大学 一边坐着租界女友 居然还有精力忙着演出 会场几乎是蛮座 河野刚准备坐下来 就看哪个老爷子 在工作人员毕恭毕敬的态度下啰嗦 想必这位就是清河当初输的那个大导演吧 因为心里也太过在意清河的事情 他连身后坐着个熟人小鹰都没注意到 很快演出就开始了 首先登场的是女主 而河野上次见过那个白毛帅哥阿海 也出演了男主 清河扮演的则是两人的护卫 舞台上古灵精怪的清河 很快就引得观众蓬福大笑 就连熟悉他平常样子的河野 也都忍不住沉浸在了剧情里 他的演技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 台下的观众都期待着清河的一举一动 即便是公主和王子在对台词 最闪耀的也依然是清河 到了最后清河牺牲的时候 更是让观众们也跟着善然了一下 这场演出大获成功 想必有不少观众都以为清河才是主角吧 这就是演技的魅力 即便已经散场了很久 河野依旧坐在座位上久久不能回神 小鹰并没有打扰他的沉思 心未一笑默默离开 另一边清河活到后台 也受到了工作人员的夸奖 大叔悄悄告诉他 这次肯定晚了 就回家等着好消息吧 千赫便抱着剧本准备回家 突然听到另一间房子传来了笑声 小鹹过去一看是女主演 在跟对面老爷子说什么定下来了 另一边的女演员也在悄悄讨论 听说这个女主是赞助商人们的侄女 所以这次选演员基本上是直接内定的 千赫听到这个消息后 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 最后像一直以来的努力 全都做了无用功 最后甚至连庆功宴都没有去 与此同时 河野正在享受侍候咖啡 心想千赫凭他的演技 肯定也能被大导演选中 估计马上就要辞去 作戒女友的工作吧 一边在舞台上 回忆着耀眼独目的千赫 一边在街上快步行走 突然被一个女生撞到 手里的海报也随之掉了出去 万万没想到 撞他的居然就是千赫 千赫依靠到河野手上的侧子 还以为他是个变态跟踪狂 不过人家花钱买的票 他也没资格说什么 而且河野还处在那场演出的余孕中 此刻见到千赫直接A了上去 大声称赞 他的演技实在太棒 太惊艳了 他的演技让自己大受感动 能够得到别人的肯定 千赫被夺走迷恶的坏心情 也稍微好了一些 结果河野哪呼不开提哪呼 问他是不是要去当演员了 这次演出结束后 肯定会被大导演看上吧 但千赫的脸上 却露出了落寞的神情 表示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下一秒又重新恢复笑容 叫做自我安慰一样告诉河野 毕竟这个社会看中的还是实力嘛 不管怎么努力 比别人差就是不行 他是个没有才能的人 看了以后还是要努力工作呀 河野却看出了他的强烟欢喜和不甘心 直到幕后肯定发生了不可告人的事情 于是大声告诉千赫不要放弃 不管是下周还是下下周 自己都再会做他的 不管花多少钱都愿意 所以不要再说什么才能不够的话了 你那么努力的扮演着女友 演出也那么精彩 你就是舞台上最棒的人 一通彩虹屁 吹得千赫不知所措 再看到河野的表情 是那么的认真热情 根本不像是在作家 但周围人的目光都在往这里看 千赫傲娇的踩了一下 河野的脚让他闭嘴 随后像是在掩盖内心的慌张一样 迅速跑开了 回家后却接着了女主演的电话 女主演还感谢他把氛围炒热起来了 才让自己能演得那么轻松 好家伙什么叫杀人猪心呢 千赫却要维持表面上的和谐 挂断电话后就再也控制不住泪水 看着自己对剧本作出那些标注 气不成声 那是他过往奴隶的象征 如今却没有任何意义 住到这时 千赫又收到了一条租借女友的订单 河野居然真的兑现了承诺 为了租千赫做女朋友 河野更加努力的打工了 可是在周末赴约的时候 千赫还是劝他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自己身上了 这对于他来说过于沉重 而且妈妈也说过 让他们不要再见面 如果被他撞见 恐怕又要被误会 最重要的是 河野现在是有女朋友的 天天跑去了租女朋友约会 让人家留下怎么想 每一条理由都戳在了河野的心窝子上 虽然他租千赫是经过了留下同意的 但这样三心二意也太对不起他了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今天的约会还是要进行的 两人喝完咖啡后走去了店门 千赫又露出了营业微笑 问河野接下来想去哪里 河野就突然提出 希望他能像平常一样 不过总觉得有些疏远 然而千赫一口拒绝 表示自己这时的练习演技 如果不是他理想的样子 就没有意义了 但河野就告诉他 他平常的样子 就是自己理想的模样 看来这小伙子是真开窍了 千赫心中怦然心动 面上还是要傲娇一下 既然是客人的要求 那他就以自然的状态 陪着河野到最后 就这样 河野真正的和千赫约会了一天 告别的时候 还有些依依不舍 转身离开后 脑海中浮现出了上次的画面 人家都已经把话说得那么清楚了 河野也不是没有那种自知之明的人 决定之后还是顺其自然 反正他们之间的距离 也不可能再缩短 结果下一秒 千赫就停下脚步 转身叫住他 表示从现在开始是下班时间 他是以千赫本人的身份 邀请河野 希望他能去陪自己一个地方 就这样 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棒球馆 千赫一个人在里面发泄情绪 河野就在外面 看着他短裙飞扬 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愿一马 只能不停地找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题 大概是看出来河野在想什么 千赫提醒他 这可不是约会 只是自己一个人来的话 会与别人为官 拿他做个挡箭牌而已 河野这个不值情的东西 听到自己只是个挡箭牌 不仅不生气 还很得意 毕竟可是这种等级的超级美少女啊 果然千赫的哪里都一人注目 很快就来了两个男生 想跟他搭话 一看着河野待在旁边 就不敢上来了 这场约会 也将两人的距离拉近 千赫表示 只有他们两个 过去可以做正常的邻居 只要河野不做奇怪的事情 结束后 两个人还积了个场 河野就当即决定 回去之后 这些手不洗了 但是约会还没有结束 千赫又带河野去医院 看望了自己的外婆 外婆身体不好 又出院了 他很满意 自家孙女和河野的这门情势 一看着河野 就又精神了起来 趁着千赫出去 给花换水的时间 告诉自己 有事情想要拜托他 看着外婆 仿佛看透一切的眼神 河野的心里 顿时慌张了起来 担心是不是 他和千赫的关系暴露了 没想到外婆话锋一转 问他是不是 去看千赫的舞台剧了 他很遗憾 自己没能去 就问他感觉如何 河野回答 舞台上的千赫 闪闪发光 和平时非常不一样 外婆便告诉他 可以把这句话 说给千赫听 他从小就喜欢表演 和被人夸奖 而且那孩子 从小就喜欢撒娇 经常被附近的 高年级学生弄哭 一听到这里 河野瞬间脑不出了 千赫躺在自己怀里 撒娇的情景 当时人家外婆的面 就开始心愿一马起来 外婆继续说起了 千赫的事情 其实千赫并不善于 接受自己的软弱 所以他会装作很坚强 把软弱隐藏起来 外婆希望有人 能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说着紧紧拉住了 河野的手 想要将自己的孙女 托付给他 河野心里清楚 自己和千赫的关系是假的 但是他喜欢千赫 尚且不能做出 其他承诺的他 只能把这句话 告诉了外婆 我喜欢千赫 很喜欢很喜欢 殊不知 外婆听到这句话 就已经足够了 晚上两个人一起回家 河野也并没有告诉千赫 自己和外婆的聊天内容 回到家后 就开始给千赫的工作 打五星好评 突然外面 响起了敲门声 能来河野家里暂时坐一下 千赫说的那些话 河野是一句也没听进去 满脑子都是 他现在无处可去 那岂不是 只能在自己这个邻居这里睡一晚 而千赫已经静止 走进房间扎起了头发 完全没有理会河野的纠结 河野还在那里自我催眠 我并不是想对他做些什么了 我只是好心 想收留他一晚而已了 终于鼓起勇气 准备向千赫提出可以留宿 结果对方却拉开了阳台的门 看情况 是打算从阳台翻到自己家 河野这才清醒了过来 下一秒却又愣住了 因为千赫一不小心 卡在了墙壁和栏杆之间 好家伙这不就是人内什么什么嘛 就算现在想上手 对千赫唯有所欲为 千赫都没法反抗 看着美少女那摇晃的臀部和短裙 河野的目光根本就无法离开 就在这时 千赫的手突然一划 河野吓得赶紧拉住了他 可手放的位置就不对劲 臀部存在的触感 也让千赫不知所措 只问河野已在摸哪里 河野也不知道该摸哪 就问千赫的指示 抓住了他那隐隐一卧的小细腰 这柔软的手感 让他差点把持不住 兵荒马轮之际 两个人一起摔倒 刚好维持着河野趴在千赫身上的姿势 这还是距离上次 在医院病房里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千赫那通红的脸颊 线长的睫毛 大大的眼睛 还有不停喘着气息而起伏的胸口 领口出浸满了汗水 这一切都被河野禁收眼底 差点让他的小兄弟当场起立 而千赫也迟迟没有把他踹出去 难不成今晚有什么机会 就在这时 任命又响起了门铃声 瞬间打破了暧昧的氛围 赫野赶紧跑过去 透过猫眼一看 居然是马美 绝不能让马美知道 千赫大晚上在自己家里 已经来不及想 为什么马美会在这时候过来了 两个人惊慌之际 马美已经开始尝试转动门把手 偏偏刚刚千赫进来后 赫野忘了锁门 他立刻拉着千赫躲进了厨房 期间还不忘拿上那双鞋子 果然两个人刚躲好 马美就拉开了门 喊了赫野的名字却无人答应 这让他感觉很奇怪 明明门没锁 灯也开着 咱们家里就没人了 难道是出去买东西了吗 马美本来想再进去看看的 又觉得这样不太礼貌 还是关上门离开了 赫野这才如是重负 赶紧给千赫解释 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马美会过来 其实马美只是顺路走到这里 想着顺便上去和赫野打个招呼 所以从赫野离家 也没有给他再打电话 这时他突然回想起 刚刚看到的屋子 里面明显有一个 女孩子才会背的手提包 瞬间呆滞了起来 这个点在赫野家的 除了千赫还能是谁 而赫野和千赫 确认马美已经离开了才出来 看到楼下房东家的灯亮了 千赫便去找房东拿备用钥匙 突然回想起了外婆的话 赫野立刻A上去叫住了千赫 告诉他 有什么困难 可以随时和自己说 如果不方便找父母或者朋友的话 作为邻居 他会尽可能帮忙的 然而千赫就告诉赫野 他没有父母 原来千赫在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离家出走 很快妈妈也去世了 千赫是跟着外公外婆长大的 他和外公约好 长大要当你演员 虽然外公已经去世了 但还有外婆 他希望能让外婆 看见自己登上荧幕的样子 说这些 千赫是要让赫野知道 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 只是一个 抱有孩子气梦想的大学生 所以不需要赫野过分的关照他 说完后就静止离开 没想到赫野居然也说起了 自己的生活来 和千赫比起来 他简直太幸福了 父母健在 感情美好 奶奶也很疼他 而且毕业后 都不用担心找工作的问题 直接继承家里的商店就行 当然他说这些 并不是为了炫耀 只是比起这种一眼 就能看到头的生活 和野果然还是更羡慕千赫 也非常佩服 他能够全力以赴的追求梦想 那种不顾一切的姿态 在他眼中闪闪发光 所以他想看千赫实现梦想的样子 还想一直待在他的身边 一不小心 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千赫却笑骂了一句 笨蛋 表示 就算你想要我陪在你身边 我也无法拒绝吧 毕竟这就是租借女友的工作呀 从这一天之后 和野对千赫的感情 越来越浓烈 在学校里 只是偶遇了对方一次 终能乐得在走廊上奔跑跳跃 殊不知这一幕 被妈美撞见了 直接把和野约到了空角室 又装成那副 柔声细语的绿茶姿态 一上来 先告诉和野 自己已经知道 千赫是租借女友的事情了 昨天晚上 他想把这件事告诉和野 就去了他家一趟 但是没见到人 和野赶紧解释 自己昨晚买东西去了 而且这件事 他也从千赫那里听说了 妈美就露出了自责的表情 问和野这一切 是不是因为自己 然后握住他的手开导 表示 人生只有一次 如果没有真女朋友 可就太亏了 大学期间 要玩尽兴才行啊 这种圣母姿态 把和野狠狠地拿捏住了 他也为妈美是来兴师问罪的 看到人家这么温柔 又善解人意才放下心来 想着 他应该不会再为难千赫 结果妈美一出门 就变了脸色 通过刚刚的试探 他已经确定 和野绝不是玩玩而已 这样的感觉 让妈美非常不爽 另一边 和野的正牌女友 刘夏也跑出来刷存在感 也和野最近受了胃油 说要来家里给他做饭 然后不由分说地 拉着和野去购物 一进潮市 就先去了滋补壮阳区 和野心情非常复杂 想告诉刘夏 他男朋友真的很行 对这种事情 完全没有办法证明 采购完之后 天都快黑了 刘夏直接跟着和野进了家门 把外套脱掉之后 也然就是一副 清纯鸡黑的装扮 然后套上围裙 去厨房做饭 这样的场景 和野做梦都想看到 而且做饭的 还是他正儿八经的女朋友 可是他心中 并没有那种 实现愿望的兴奋感 大概是因为 他做饭的 并不是他真正喜欢的那个人吧 刘夏真的按照 早已准备好的菜谱 为和野制作甲鱼咖喱 一听就知道 是大不知物 那熟练的动作 一看就不知道 练习了多少次 和野心中很感动 美少女为自己做了这么多 这一瞬间 他真的有些心动 最后做出来 没想到味道还不错 吃饱喝足之后 刘夏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还凑到和野身边 和他一起看视频 就在和野感慨 人生如此 夫妇喝求的时候 突然注意到 刘夏脸色严肃的 不知道跟谁发消息 坐上去一看 发现他在跟妈妈说 今晚不回家 和野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留宿 结果连天气 都在给刘夏助攻 外面突然就下起了大暴雨 紧接着电视上播放 天气一报说台风登陆 回刘夏就在电车全都停了 刚刚出去淋了雨的刘夏 只能活到和野家里洗澡 其外还穿上了和野的T恤 连裤子都不穿就直接出来 和野生怕自己把持不住 偏偏刘夏那里 还在不停的撩拨他 为了不让刘夏发出奇怪的声音 被隔壁的千鹤听见 和野直接把他压在身下捂住嘴 两句身体也不可避免的 有了亲密的接触 最终留夏还是妥协 表示自己不会再大喊大叫了 也会好好把裤子穿上 和野这次到浴室里洗澡 但是一想到等会发生的事情 小兄弟就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只能先在浴室来了一发 出去之后 两个人难得的平静坐下来聊天 可留夏这副随意的打扮 却仅仅吸引了和野的目光 这时留夏从书包里掏什么东西 想要给和野看 万万没想到 一不小心 不小心带出了个套套 时间仿佛瞬间暂停 尴尬的气氛蔓延开来 这下连留夏自己都说不出话了 表示他只是为了以防万一才带上的 此时的和野已经快要把持不住 立马把灯一关 回到房间裹上了被子 努力压制住自己的小兄弟 太刺激了 这谁顶得住啊 和野在心中进行着天人交战 留夏却又不怕死的凑着上来 从背后隔着被子抱住了他 激烈的心跳声不断的传来 天使和恶魔 开始在和野心中产生了激烈的争吵 究竟要不要顺势而做 他一直以来最期待的是 马上就能实现了 只要A上去 今晚就能告别处男之身 而就在这时 和野看到了旁边的手机 那个手机壳 还是圣诞节那天 千贺送给他的 一时间他又想起了 好兄弟曾经的教导 你可千万不能用下半身思考啊 最终和野还是平静了下来 大概是感受到了这一点 留夏开始走怀柔路线 他知道自己对和野来说毫无美丽 大概在他看起来 就像踮着脚装大人的小孩 可就算如此 他也依然喜欢着和野 哪怕只是像这样抱着他 就已经幸福到想要流眼泪了 听到这里 和野再也忍不住 半身将留夏压在身下 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感受 只是他觉得自己没办法 在三心二意的状态下 和他做这种事 他很感谢留夏的喜欢 为了不辜负他的这份喜欢 今天晚上还是分开睡比较好 不然真的会出事的 留夏也被和野这番话 说得小鹿乱撞 立刻起神乖乖的回了客厅 第二天一大早 看到和野顶着熊猫眼 就忍不住笑了 然后凑上去 给了他一个波波 做完和野的话 让他感觉到 自己或许真的有机会 赢得他的喜欢 出门后 还故意冲着千鹤的门口 宣誓主权 而这些话 刚好被准备出门 倒垃圾的千鹤听见 等留夏离开后 两个丢垃圾的人 又在门口撞见 和野赶紧把 坐在来龙去脉解释了一番 可惜千鹤并不相信他 也并不在意 反正人家两个 是正经的男女朋友 而且还是自己撮合的 他又有什么资格智慧呢 不过他觉得 他和和野两个人 应该保持一点距离了 虽然无情地说出了这些话 千鹤回到房间后 却直直冷静不下来 连念台词都找不着感觉 和野在在房间里 急着走来走去 突然注意到 这周是千鹤的生日 于是赶紧纠结起 要送千鹤什么生日礼物 想来想去 发现他连千鹤想要什么 都不知道 于是决定 问一下千鹤的后辈小英 在千鹤生日那天 就把小英约了出来 这个小英同学 还真是从全世界路过 上次和和野千鹤当街吵架 他也在旁边 但和野不问 他就什么也不说 因为和野是通过 现在越来越熟练了 虽然还是不爱说话 等和野觉得时机到了 才表明今天是有事 想拜托小英 问他知不知道 千鹤平时喜欢什么东西 自己想送他生日礼物 小英还是不说话 直接拉着和野 去了商城的顶楼 那里正在上演一场超人表演 看到这种表演 和野也很怀念 突然意识到 这跟送礼物有什么关系 可是看到小英 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也就不忍心打断他了 也开始跟那些小朋友一样 享受起了表演 看着看着 才意识到不对劲 那个穿粉色皮套的 很明显就是千鹤呀 这一刻 和野对千鹤的努力 又有了新的认知 不仅做着租界女友练习表演 还会接着用街头表演的坚持 他为了梦想真的很努力 结束后 和野真诚的感谢了小英 表示自己从千鹤的表演中 得到了启发 小英也掏出手机打字告诉他 礼物重要的不是东西 而是心意 只要心意到了 你送我什么我都开心 很明显 这句话是在夹带私货 可惜和野并没有听懂人家的暗示 转身告别 拉住了和野的手 酝酿了好一会儿 再开口说出第一句话 他也想知道和野的生日 和野就告诉他是6月1号 刚想问怎么了 旅灯就亮了 小英立马回到马路边 和和野再次告别 然后认认真真的 在备忘录上 添加了和野的生日 看来这小姑娘也沦下了 和野在商场里逛来逛去 思考着何时的礼物 与此同时 千鹤一个人回到了家里 和外婆打完电话后 又收到了上次舞台剧女主演的信息 女主演祝她生日快乐 又说下次还想和她一起表演 千鹤脑海中 又回想起了当时看到的场景 媚着良心的回了一句 谢谢你 我也是 然后走到阳台追风 突然发现了一个礼物袋子 一看就知道 是和野放在这里的 千鹤回悟后 先打开看了里面的一封信 上面是和野对她的鼓励 以及希望这个礼物 能让她打起精神 千鹤打开盒子一看 居然是一盒霉干 而信的最后 还不忘强调 他敢留下真的没发生什么 一想到和野那张唇脸 千鹤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吃完没干 心情也好了许多 第二天一大早 和野就趴在地上 等千鹤来阳台 总算在门缝里看到 赶紧发出声响 心情忐忑的 想要问那份礼物怎么样 结果因为太紧张 巴拉巴拉把心里话 一股脑全人说了出来 最后又特别强调了一遍 自己和留下的事情 千鹤都有些不耐烦了 表示自己已经相信她了 别这么没完没了的 紧接着 和野又说 这周想再做千鹤一次 问她周三有没有时间 但是被千鹤直接拒绝 表示周三又和朋友们去酒会 和野只好作罢 到了周三 已经把这事忘得差不多 就跟着好兄弟也去了酒会 万万没想到 两人去的居然是同一场 当然现在的千鹤 是那副学生的打扮 和野的好兄弟们 并没有认出来 她就是和野那个 S级完美女友 因为是联谊性质的酒会 几杯酒下肚 大家已经开始互相认识了起来 千鹤一位朋友们 介绍给了大家认识 一听到她的名字也是千鹤 和野的好兄弟坐不住了 刚想说 这个妹子和你女朋友名字一样 和野赶紧打扔她转移话题 结果这个好兄弟 嘴上没个把门的 把和野的老底全倒了出来 承载她女朋友多么多么好 配和野简直是鲜花插在牛粪上 这时千鹤的好朋友 喝得晕晕乎乎 突然把她的眼镜摘了下来 和野瞬间紧张了起来 生怕她被好兄弟们认出来 幸好千鹤及时捂住脸 都霍了眼睛 其他人也因为喝醉 势力为零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紧接着这群大学生 又开始玩起了酒会必备小游戏 为了不让千鹤喝酒 和野每次都故意出错 一杯一杯的往嘴里倒 结束后 大家准备换一家接着和 和野却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晕晕乎乎的倒在了路边 就在这时 千鹤玩弱女生一般降临 拉着醉醺醺的和野一起回家去 看到她连锁眼都对不准 又只好帮忙打开了门 把和野带到了屋里 其实这会儿 和野意识是清醒的 她觉得自己又给千鹤 欠了麻烦 正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不过酒壮松人胆 和野趁这个机会 告诉千鹤 自己会誓死守护好她 失望后 就爬着马桶大吐特吐 背上传来千鹤温柔的安抚 和野剃泪横流 总算吐了个爽 下一秒 就转身把千鹤压在了墙上 直接晕了过去 第二天 和野是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的 脑壳还传来宿醉造成的阵痛 直接的千鹤来过了自己家 还照顾了一下她 然后拿起手机 发现昨晚那些人拉了个群 群里自然也有千鹤的私人账号 要知道 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年 但和野至今为止 都是通过租借女友的平台 联系千鹤的 虽然她真的很想发送好友请求 可一想到千鹤嫌弃的表情 还是住了手 殊不知 千鹤一直在那头 等着她家自己呢 这天和野又在打工 姑且算是她同事的留下 就缠着她 问什么时候继续 继续什么呢 当然是那天晚上的事情了 然而就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妈妹居然已来到了这家KTV 和野最怕的女人 就是自己的前女友 明明她一直表现得很温柔 可和野一看到她的笑容 就感觉不寒而栗 大概这就是男人的直觉吧 妈妹解释 自己在找自习室的时候 路过了这里 之前听幕布说 和野在这里打工 就过来看看她 两人一不小心就聊上了 旁边的留下瞬间察觉到 这个女人和自家男友的关系 不同寻常 便主动上去跟妈妹搭话 和野见状 帮妈妹开好了房间 让她赶紧自习去 没想到留下也跟了上来 并且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得知他们之前还单独来唱过K 终于按捺不住 质问他们俩究竟是什么关系 还是妈妹段位高 也察觉出了 这个小姑娘对自家男友有意思 就帮忙隐瞒 他们只是普通的同学而已 然后问留下是不是喜欢和野 留下刚想说 自己是她的女朋友 就被和野给捂住了嘴 她这多多藏藏又紧张的模样 激怒了留下 自己有这么拿不出手吗 为什么不敢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关系 难不成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前女友 难不成 她还对前女友念念不忘 留下本来就有了千鹤这么一个情敌 现在又多了个妈妹 她在和野心里 岂不是只能排第三 立刻拉住和野的手臂 宣示主权 还大声告诉妈妹 和野已经对她没有留恋了 并且一眼见察 提醒她都分手了 还追到前男友打工的店里是几个意思 我看是你恋恋不舍才对吧 留下越说越起劲 都开始口不择言了 撒谎说自己留宿过和野的家里 他们已经大做特做过了 总而言之 希望妈妹不要再纠缠和野 没想到人家的起脸说出 妈妹居然还是那副我见幽灵的模样 然后将战火甩到了千鹤身上 问和野 你得有女朋友了 为啥妈要租借女友呢 不得不说 这绿茶段位可是真的高 和野赶紧解释 那只是社会时间而已 留下也表示 自己这是身为正宫的从容 两个人一唱一和 让妈妹觉得很没有意思 留下钱直接离开 和野刚想教训一下留下 对方就直接哇哇大哭 让她根本说不出话来 回去的路上 妈妹胡思乱想着 最近发生的事情 她觉得自己好像太过在意和野了 正在思考的时候 电车又停靠了一站 万万没想到 上次来的居然是千鹤 而她手中拎的包 就是妈妹上次在和野家见过的那个 两个人聊了一些没有营养的话 后一起下车 互相告别 转身离开 结果下一秒 妈妹又叫住了千鹤 问她从那之后 应该就再也没有见过和野了是吧 千鹤私负了一下 瞬间毫不犹豫的回答 是的 下班回家后 和野先打电话红了女朋友 刚挂电话 就又点开了租借女友平台的页面 发现千鹤已经升级了 比之前贵了一千日元 但也多了一项服务 可以对他提出服装等方面的需求 看到这句话 和野毫不犹豫的下单 他训练服装要求 是希望千鹤穿制服来约会 同时自己也穿了一身制服 两个人看着 就像青春期的高中男女生一般 看到和平时截人不同的千鹤 和野更加把持不住了 对方的一举一动 都在撩拨他的心弦 终于鼓起勇气 向千鹤提出要牵手 虽然大家都已经这么熟了 人家毕竟是掏了钱的客人 千鹤当然会满足这种正常需求 两个人手拉手 在街上走来走去 在别人看来 简直是秀爱的臭情侣 突然看到路边 有一个卖吉纳棒的店 和野立刻掏钱给千鹤买了一根 刚好不远处 有对情侣中的女朋友 站在给男朋友分享冰淇淋 和野就忍不住期待千鹤 能提出让他尝一口 但其实心里并不抱希望 结果下一秒 千鹤就把吉纳棒递了过来 和野立刻毫不客气的咬了一口 千鹤也就着他咬顿的地方接着吃 和野瞬间感觉 就算是当场自尽也毫无遗憾了 不枉他为今天的约会 做了这么多准备 千鹤察觉到他的心思 表示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 自己今天将会奉陪到底 和野一听 也不打算再跟他客气 拉着他 把自己想做的事全都做了一遍 期间还碰到了 正在挑选男士帽子的小鹰 不想让后背 看到自己穿着制服的样子 千鹤赶紧拉着和野躲开 两个人刚好来到 拍大头帖的地方 于是和野第一次 和千鹤拍了大头帖 机器是会给动作指示的 不得不说 这机器可太会助攻了 居然还让两个人拥抱 和野也借此 占到了千鹤的便宜 闻香软玉在怀 这谁顶得住 一不小心 小兄弟登场起立 而最后一个动作 是热烈的一吻 这可就超出了 租借女友的职责范围 最后两个人 用指尖相撞地带 接着又一起坐了摩天轮 在这种密闭的空间里 和心上人单独相处 也让和野紧张无比 只好起身 跳往风景 没想到摩天轮一个颠簸 让他转身撞在了千鹤身上 好巧不巧 手刚好放在了不该放的位置 千鹤立刻条件反噬地 把人推了出去 不过超高的职业素养 还是让他很快冷静下来 和野和他了解了这份工作 其实千鹤做这份工作 也不全是为了赚钱 看到客人们露出笑容 或是找到了女朋友 他也会跟着开心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工作和你演员 也有类似之处 从摩天轮下来之后 两个人在入口拍的纪念照 也洗好了 一千日元 就能带相框一起买走 和野毫不犹豫地付钱 毕竟从一开始 他就想要这张照片了 晚上回去路上 千鹤也告诉了和野一个消息 其实上次 他被另一个导演看中了 自己现在正在跟着他们一起排练 一听说千鹤要重回舞台 和野简直比他还要激动 当即表示 自己一定会去看他表演的 然后两个人就手拉手回家了 不知不觉 又到了和野的生日 今年和以往不同 和野可是交到了女朋友的 所以奶奶决定 把这一场生日会大办特办 让和野一定要把孙媳妇给叫过来 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这件事告诉了千鹤 希望他能再帮帮忙 然而千鹤明天确实戳不出时间 他还要陪外婆去医院检查身体呢 和野刚想说没关系 就听到千鹤告诉他 自己会在奶奶检查身体结束后赶过去 刚刚局森的心情又乐了起来 忍不住期待起明天的生日 一不小心把女朋友给忘了 直到零点接到刘夏的电话 自家男朋友要办生日会 刘夏怎么可能不去 即便和野已经告诉他 千鹤会作为自己的女朋友过去 掏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生日礼物 准备趁这个机会 赶紧把和野的家人攻略下来 让奶奶赶紧接受自己 好让和野和千鹤公民正大的分手 活不其然 一个小时就把和野的父母和奶奶 哄得服服帖帖 不过奶奶心里还接规着千鹤 就得六点了 她的千鹤公主怎么还没过来 和野只好出去假装给千鹤打电话 去问情况 但其实她连千鹤的私人联系方式都没有 真的回来告诉奶奶 千鹤现在不接电话 可能还在忙 眼看留下就要把事情说出来了 关键时刻 千鹤就连先加了和野的联系方式 然后打电话过来给奶奶解释 自家外婆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今天可能不过来了 奶奶立刻表示理解 让她不用勉强 生日会什么时候办都行 还是自家老闺蜜的身体重要 和奶奶解释完 和野又拿过了电话 刚想去外面给千鹤说几句话 手机又被留下给读了过去 留下开始发疯 对千鹤宣誓主权 表示今天一定会让和野彻底属于她 原本真不打算过去的千鹤 此时又纠结了起来 万一留下 把她和和野是假装男女朋友的事情 捅了出去 那对于自家外婆和和野的奶奶 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于是只好向外婆坦诚 今天是和野的生日 外婆一听立马精神了起来 赶紧表示 自己的身体没问题 让千鹤赶紧过去和和野轻声 就这样 千鹤在生日会结束之前 还是赶到了和野家里 一进门 就受到了除了留下以外 所有人的热烈欢迎 而千鹤坐下之后 还先去拜了一下和野外公的佛龙 这一招 就让留下刚刚激烈下的好感 瞬间崩盘 打劫的心 又全都扭转到了千鹤这边 他的完美表现 让留下彻底慌了 直接趁着和野上洗手间 A了上去 献上了自己的初吻 和野也完全没有反抗的意思 直到被留下高超的吻机 吻得腿软靠墙坐了下来 这么激烈的吻 是我不花钱能看到的吗 就在留下还想更进一步的时候 和野连忙阻止了他 留下也清醒了 过来起身离开 领走亲 却见和野表示 自己一定不会输给千鹤 结果两个人一出去 奶奶就掏出了当初 和野爷爷送他的订婚戒指 要把这个 当成送给千鹤的 20岁生日礼物 就算是演技高超的千鹤 这会儿也不知所措了 论租借女友太数 欢迎了怎么办 留下心里更是又气又急 自己这个正牌女友 就坐在这里 凭什么戒指要送给租借女友 他紧紧抓住和野的衣服 想让他表示一下 和野能说什么呢 终于他下定决心 要把一切向奶奶坦排 不然只会同时伤了 两个女孩的心 他不能再让千鹤为难 也不能再让留下难过 就在和野铺降了一番说辞的时候 千鹤的手机突然响了 是医院打来的电话 说是外婆晕倒了 现在还管什么 租借女友正牌女友 和野立刻拉着千鹤和奶奶 去了医院 脑海中还回忆着 当初外婆对自己 说过的那些事情 幸好外婆的身体没有大碍 等他们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抢救了回来 这会儿真的跟老闺蜜 热火朝天的聊天呢 外婆还告诉老闺蜜 千鹤当时一脸 想要去生日会的表情 看来这对小情侣的感情 是真的很好 就在这时 医生把千鹤叫了出去 多留和野一个人 面对两位老太太的业余 好不容易摆脱出来 就撞见了和医生聊完的千鹤 医生说 外婆虽然看见了很精神 但其实已经时日无多了 连着最后一个亲人 上天都要从千鹤身边夺走 和野却想着 一定要赶紧把事情说出来 老人家已经快要不行了 还要欺骗他 这让和野感到鱼心不忍 可千鹤却拉住了他 希望他能跟自己一起撒谎 因为外婆非常中意和野 而且如果让他知道 自己走后 千鹤就变得孤身一人 想必连走都不会走得安心吧 到现在为止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谎言了 他们必须为了双方的长辈 维持下去这段虚假的关系 分别的时候 和野的奶奶 还是坚持把那枚订婚戒指 交到了千鹤 并且告诉他 没有必要有心理负担 只是自己想救给他而已 这样就算以后经济有困难 把他卖掉 也能撑上一段时间 第二天 为了补偿女朋友 和野和刘夏来了一场约会 得知千鹤家的事情后 刘夏也告诉和野 自己以后不会再捣乱了 他会和千鹤停战 所以他们两个 可以继续放心的假扮男女朋友 不管是真女友还是假女友 都这么善解人意 反倒趁着 想要出出实行的和野 有点不懂事了 不过和他纠缠的妹子 可不止这两个 这天千鹤又请和野 去帮小英练习 没想到小英还特地穿了制服来 因为他在上次娱乐园 撞到了身穿制服的和野和千鹤 因为和野就好这口呢 这次两人来到了水族馆 因为小英从千鹤那里听说 和野喜欢鱼 这是他为了款待和野 特定制定的计划 两个人一起看着企鹤表演 又玩了其他项目 期间千鹤一直紧张无比 想干什么都不提前和和野商量 害得和野为了跟上他的脚步 累得气喘吁吁 不过在海洋隧道 看到大鱼的时候 还是露出了激动的表情 看到他这样 小英就放下心来 和野也感受到了 小英作为租借女友的进步 干脆放轻松享受他的服务 结果在看海洋表演的时候 两个人一不小心 被泼了一身的水 小英穿的是下装 被水一淋 里面的内衣就若隐若现 和野立刻脱下外套 给他披上去 然而这样的插曲 却让小英觉得自己款待失败 忍不住露出了沮丧的表情 和野察觉到了他的想法 赶紧哈哈大笑起来 表示就是这样的表演才有趣 他这么贴心 让小英更加喜欢他了 差点就当场表白 紧接着两个人去换了衣服 穿着一身可爱连衣群的小英 反而更像女高中生 终于到了晚上 小英带着和野来到了终点站 周围到处都是亲热的小情侣 和野的心情也务必紧张 小英比他更紧张 就在和野担心小英 会不会对自己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对方突然递上了一个礼物袋 祝他生日快乐 看来小英今天这么努力 就是为了帮助他庆生 礼物是一顶黑色的帽子 上面还有一只小鱼 看得出来是仔细挑选的 和野被小英的用心感动 就连这么适恐的妹子 都能为了客人如此用心 这么一对比 他简直就是个铁废物 于是这次轮到和野沮丧了 小英察觉到了他的心情 就鼓起勇气握住了和野的手 告诉他有什么事情 可以向自己倾诉 于是和野没忍住 告诉了大哥千和外婆的事情 自责自己没办法 放千和分担痛苦 没想到说着说着 就把小英给说哭了 他一字一顿的告诉和野 自己能理解他的心情 希望和野不要再烦恼 因为自己会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听到这句话 和野没忍住哭了出来 两人就这样手拉手 坐在河边痛哭流涕 就好像把最近的烦恼 也一并发泄了出去 和小英分别之后 和野就重新振作了起来 他终于想到了 自己能为千和做的事情 千和外婆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可千和却迟迟没能接到电影视镜 上次说好的那个导演 也发来了视镜失败的消息 没办法让外婆在离开之前 看到自己在大荫幕上的样子 是他最紫色的事情 其实外婆年轻的时候 也是你演员 仅听处女作 就在当时的演艺圈掀起了潮流 千和也希望成为外婆那样的演员 外公听说他的梦想后可开心了 两个人也握手做下了约定 从那之后 千和就开始为了梦想而努力 同时也听外婆的话 没有落下学业 然而突然有一天 外公就出了车祸 千和以前听外公外婆 说过自己名字的由来 因为千止和可以实现一切愿望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千和 于是为了许愿让外公好起来 千和拼命的跑去庙里祈福 可是在回到医院时 外公还是迟迟没有醒来 他哭着问外公 不是说千止和能实现愿望吗 就在这时 外公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 他趁着最后的力气告诉千和 会实现的 只要许愿 梦想就一定会实现 说完之后 外公的心跳就永远的停止了 看着外公的照片 千和又一次痛哭了起来 因为他的梦想又没能实现 不仅外公看不到 他的大萤幕伤的样子 就连外婆也看不到了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和也的声音 千和立刻收拾心情去开门 和也举着电脑 给他看了一个页面 告诉千和 可以发起众筹 他正在向网站 发送立项申请的委托邮件 希望有能办法 立刻制作电影 只要能抽到200万 就可以开始 拍摄也就一个月左右吧 到时候一定赶得上的 和也也直接表示 自己可以帮忙筹钱 千和只要出演就可以 此时的千和 已经是穷途末路 即便知道 自己应该尽量 跟和也划清界限 却还是忍不住 为这个建议而心动 表示会考虑一下 而和也回去之后 也继续考虑着众筹的事情 终于 千和也敲响了和也的门 两个人就此说定 在这一刻 千和的心狂跳无比 不仅是为那即将实现的梦想 更是为面前 这个无比帅气的男人 从这一刻开始 两人的命运 再次紧密相连 他们究竟能否成功呢 敬请期待 下一季